基本上,如果痛 ہیں, 그러면, 一本 받고 싶고, 귀여운 게 해가지고, 약간, tensioning도 올려주고 싶고, 막, 그런 생각이 들더라고요。 그래서 그런 것도, 현장에서도, anche, 리드를 엄청 잘해줘서, 그래서 막, 篡位, 讲述土湯匙和金湯匙之间的对决, 殺人犯之子韩太悟, 李宰旭, 是, 是当人不让的土湯匙, 强人下李俊荣 是身为财阀之后 理应是金汤匙 但因私生子身份被排挤在外 人下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为自己创造一番事业 以摆脱贫困的生活 他开始与足之多谋 的朋友韩泰晤联手 将不惜一切代价 在社会食物链顶端 夺得一席之地 预谋要接管公司 并占据金字塔顶端的位置 第二集尾声 人下正式向会员表白 而此时此刻的泰晤也赶了过来 人下表白的那一刻 会员没有拒绝 并且看着泰晤 而泰晤也没有走上前 去做任何动作 因为他们都很明白 三个人之间的处境 其实十分微妙 泰晤和会员 本来就生活在泥沼之中 而人下虽然是财阀家的边缘人物 却是唯一一个 能将泰晤和会员 拉出泥沼的绳索 会员的母亲 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偷走了小混混的千万寒原 所以会员被逼无奈 只能被迫离开 而泰晤和罗会员 本是一见钟情 可是站在理性的角度上 两个人在一起 只会一起陷入泥沼之中 可悲的是 两个人都是理性的人 当泰晤想要冲冠一怒 喂红颜的时候 会员很清醒 而当会员想要喂爱 飞蛾扑火的时候 泰晤也选择变得清醒 就这样感情的萌芽还没有开花 就已经凋零了 三个主人公共同的目标 是帮助财阀家的小儿子 人下成功继承财团 从而会员成为财阀家的女主人 从而让泰晤报仇血恨 为了这一目标 三个人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在两人顺利获得了成功 并持续稳步上升时 谋逝宇数字 陈宇军 有诸葛亮与刘备内卫了 看两集会发现 这也是一部从底层 爬进上流社会的逆袭爽文 篡位里 强武集团的设定很接地气 顶级财阀 三子异女 老三强人下是不受宠 见不得光的数字 被流放到乡下读书 因而与底层出身的太悟 相遇 这番设定颇为巧妙 巴掌大的地方 逼不开口角纷争 高中时期心思单纯 即使一开始互看不顺眼 也能轻易放下心房 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 和青春期的生长痛 使两人同病相连 为结盟做了坚实的铺垫 看了两集 至今看不出 三位主人公的底线在哪里 男主太悟由于父亲 杀害母亲的童年阴影 让他早早懂得了 弱肉强食的社会规则 编剧几乎没有留给男主任何情感滋润 男主向上爬的根本动力 就是动了杀心 决绝 极致 黑暗 这也是男主的人物底色 韩太悟最擅长的就是拿捏人心 强人夏在班里 虽然被处处簇拥 但韩太悟一眼看出 他其实没什么朋友 强人夏当着他的面 偷鸡摸狗 韩太悟却轻蔑地指出 这位混混公子爷 只是求关注的缺爱小孩而已 眼光文准狠 让强人夏破大房 强人夏从第一集开始 就有小偷小摸的习惯 高贵的身份和下座行径 形成了强烈视察 缺爱 缺朋友 更关键的是 缺梦想 直到韩太悟 唤醒了他隐藏的野心 李俊荣在电视剧发布会时 曾形容强人夏 是被主人韩太悟养的狗 看去会发现 这个形容足够精准 韩太悟是这段结盟关系的 绝对引领者 上位者被幕僚牵着鼻子走 在前两集中 以线端倪 韩太悟每年过生日 都是强人夏安排大餐 还一直给男主夹菜 每天找男主吃午饭 为男主介绍家教兼职 开车送男主去打工 甚至 注意到女主罗会员 也是因为韩太悟的视线 想必后续剧情 会出现相应的反噬 戏剧冲突自然发生 女主并不只是为了感情线而存在 她的确同时获得了 男主男二的爱意 但这个女性角色的核心驱动力是 上位 她与韩太悟一样 凄惨的身世 让她拥有理性的头脑 和不顾一切向上爬的野心 从这方面来说 罗会员是性转版男主 因此对男主产生同一种人的好感 最后选择男二当伴侣 看似是Drama的三角恋 实则是女主的必然选择 最妙的是 性缘没有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因素 男主没有因为不被选择 而自卑和产生更全力向上的意愿 女主反过来力劝男主 不要放弃男二妹妹这条黄金绳索 野心大于一切才是全谋剧 不过说不清道不明的年少情愫 是否会成为日后权力纷争中的定时炸弹 男二对女主产生兴趣 是真的喜欢 还是因为对男主的占有欲 这些都是篡位的后续看点 男二和男主没有爱情 女主和男主没有友情 三个人之间问题 在各自眼神中暗自纠结 男二第一个感觉到了不对 他介意的是 明明女主住在对面 男主为什么不肯坦诚地跟他说一声 有所隐瞒的是他的私心 也许是个人的情不自禁 也许是想保证女主尊严 总之很小裂痕已经出现 女主之所以主动 目的很快也就明确 他也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同盟 帮助他摆脱自己无法摆脱的困境 两个男生的友谊 最坏的便是出现一个感情不同类的女人 是兄弟反目成仇 三角恋还是同仇敌忾 合作找到统一目标 应该不会是烂俗的三角恋故事 因为开局不俗 走向便应该不俗 很多人都有原生家庭问题 迪斯尼加新剧篡位在首尔举办发布会 三位主演李仔旭 李俊荣 红秀珠齐齐到场 没想到两位男主偏下女主 放弃闪来XD发布会上 李俊荣表示 之前很少与年纪相仿的同僚合作 一开始颇为担心 幸亏有李仔旭引领 韩太武角色自述是养主人的狗 李俊荣表示 这一设定也延续到戏外片场 如果李仔旭看起来很累 我就会很想获得他的关心称赞 想做可爱的事帮他提高情绪 李仔旭发言时 李俊荣一直深情款款望住他 让李仔旭忍不住说有点负担 XD主持人趁机建议两人对视 李仔旭害羞拒绝 李俊荣撒娇 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李仔旭连忙否认 不 我超喜欢的 有一场戏是两人进行对打训练 李仔旭透露李俊荣运动经验丰富 帮到自己很多 李俊荣则称赞对方也很优秀 李仔旭很擅长使用身体 搭档拍摄动作戏完全没问题 在演员立场 彼此合拍时会感受到某种快感 这一次就有感受到 李仔旭笑着问 你感受到什么了 李俊荣也笑 我很喜欢 此外 剧情包含韩套务和强人下 就对好朋友从小到大的历程 所以对我穿高中校服的戏本 李俊荣为演高中生 每天必须两次 坚持突破摩 你敢去和校服穿上校服后 自己都觉得抱歉 但其实校服很棒啊 谢谢大家